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 像《圣热婆罗门》 甘露火王 法索密多女 用贪嗔痴这个手段 好像完全是背刀而痴 可是到最后看它的结果呢 都得清凉自在 都能够远离贪嗔痴 是证得自信的圆满功德 所以它是属于善巧方便 那么在《地藏经》上 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 比这个《华严经》 这三位菩萨表演的还要殊胜 都是用地狱 误读的这些鬼王 那鬼王啊 都是菩萨化身啊 不是真的鬼王啊 真的鬼王怎么能够参加 涛利天宫释迦摩尼佛的法会呢 我们人道比鬼道还高一层呢 高多了 人都不能参加这个世尊的法会 怎么鬼畜生能参加呢 这个里面这个鬼王里头有世线的 出生身的都是大菩萨 都是地藏菩萨一类人物啊 换一句话说 通通都是地藏菩萨 我们今天能够理解 佛师的教导 真正能够发心 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 也发大心 地狱不空 施不成佛 我们自己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 也是地藏菩萨一流人物了 地狱是标什么呢 苦难 世间所有苦难众生 他们还没有脱苦 还没有能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 菩萨愿意留在世间 永远教化众生 不成佛道 其实那个不成佛道是行事 不是真的 真的地藏菩萨九元节早就成佛 他的学生成佛都那么多了 那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不举佛位 佛好像是校长 他不当校长 永远当教员 学生已经做校长了 老师还在这个学校当教员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懂得 那么地藏菩萨 对佛这是表演给我们看 虽然是佛的老师 佛是他的学生 但是今天老师是菩萨地位 学生是佛的地位 一定要表示尊私忠道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 任何场合当中 我们常常记住 给众生做一个好朋友 现在在社会大众 几个人知道孝顺父母 几个人知道尊重司长 私是老师 长是长辈 我们要提倡 我们不做 等谁去做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老法师到这边来访问 或者我们到别的地方 去拜访其他的这个老法师 我们要明了 他的年龄比我们大 他出家的时间比我们久 借拿比我们高 在座席上 一定要请他做上座 我们虽然是客人 是他的上宾 我们也要把这个上位 让给他 为什么这么做呢 尊私忠道 千万不要人家也让你 你就端端正正坐在这上面 是可以 不是不可以 为什么呢 你今天是客人 你今天是主客 是应当的 但是我们请他 请他这个上座的时候 对于教化众生 更为有利 要明白这个道理 念念为佛法 念念为众生想 这个就对了 现在一切众生 局势之人 大多数贪嗔痴漫 于日俱正 三毒正上 就带来 局势的灾难 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呢 从人心 地藏菩萨在此地 不就是给我们做示范 今天逃离天宫 这一会 逃离天主 是主人 释迦牟尼佛 地藏菩萨 都是家兵 佛称赞菩萨 菩萨恭敬 世尊 彼此恭敬 为什么呢 为一切众生 这个意思 我们要懂 精神 形象 我们都要学习 啊